永远记得如果你不创业 现在不开始 那么你几时要开始 现在的部署永远是为了未来的三年 不然你未来三年还是现在这个模样 嗨大家好 我是Robin 我是co-founder of IRAN Group 那么呢我们这间公司呢 是从事房地产的宿舍和房间管理 那么就在五年前 我和我的partner就是一个 也是我的大学同学 那么我们就是在刚出来社会做工的时候呢 我们想要去找靠近工作附近的一个房间 然后也是要很好的地点 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呢 我们发现找房间 跟要给这些agent deposit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紧张或者担心受骗 所以呢我们就创办了这间公司 好让所有人每个像我们打工的年轻人 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和找到信赖的一间公司 OK那么在这五年里面的创业时间呢 我们遇到了很多挫折 很多高高低低 我们都一一来克服了 OK尤其是在我们这一行的时候 我们常会遇到租客无法还租金 在给的时间里面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他们有可以是跑路 有些把我们的家具弄到很脏很乱 所以我们会感到 哇很辛苦要去manage这些租客 那么我们只能采用自己本身上去门 来自己敲他的门来跟他讨租金 就是像所谓的阿隆来讨钱 那么在这些过程当中呢 对我来讲是一个学习 也是一个经验 OK那么我们也很幸运的 就在这个五年内 我们达到了差不多150件的房屋房产 我和我的伙伴也同时买了 差不多属于自己的十多间屋子 OK其他都是我们帮助别的屋主 来帮他们manage他们的屋子 所以我们现在在市场上 我们已经有了500个房间 是属于我们Irene Group新加巴哈的 那么在这个创业过程中呢 我很幸福也很煎熬啊 那么所有要创业的伙伴们呢 你们一定要记得 你们只要是觉得你的模式对了 你算对了 你找到你的团队了 你们就赶赶去O-In吧 去冲吧 我们Irene Group的 mission呢 就是要让每一个在寻找房间过程中的伙伴们呢 能够轻易并且找到美丽 也值得信赖的房间管理公司 那么我们的vision呢 就是要在五年内 achieve1000个房间的挑战 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在半路了 再继续持续多几年 我们一定能做到 我相信我们的团队了 我们下注就好了 我们下注就好了 这个团队了 我们下注就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